全台水晴拉緊報 不止南台灣背部水晴一樣吃緊 桃園市長鄭文燦來到新北市水庫視察 啟動北水南調計畫 要解決大桃園地區的缺水問題 因應抗旱的需求 那我們除了調度、背源、節水 這三項措施都要三管齊下 目前桃園一天要用掉115萬噸的水 鄭文燦也呼籲市民共體時間珍惜水資源 順利撐過明年6月這段枯水期 但不止北部石門水庫蓄水量只剩五成一 苗裡明德水庫更慘 幾乎見底剩下不到兩成 而另一頭台南水情狀況也很不樂觀 乾巴巴的清水池地上還殘留水痕 以細水出名的和樂公園 現在只剩下一根根的柱子 暫停停 也讓網友戲稱像是羅馬競技場 開放要給大家玩的一個地方 但是沒有水了 好像就是少了這個地方的特色 今年颱風布萊降雨量創下歷史新低 水庫蓄水量也持續下降 截至18號中午台南無山頭水庫蓄水量六成八 增稳水庫只剩兩成三 白河水庫更慘 蓄水量不到一成 台南選期部家呼籲各界節約用水 市府也以身作折 針對水龍頭和側肩用水進行減量 臺灣正面臨56年以來最嚴峻的水型考驗 各地政府也呼籲市民要節約用水供體時間 網友新聞 綜合報導